出事的列車 車頭撞到邊塞型 車頂嚴重損毀 有座位飛脫出車廂 消防員進入車廂調查 事發在當地星期五埃曼的繁忙時間 一列載有大約300人 由紐約開往紐克文的東行火車 使到去康列迪格州橋港附近突出軌 並且同隔離路軌一列載有大約400人的西行火車箱撞 被撞的火車部分車卡亦出軌 事件中有60人受傷 其中5人傷勢嚴重 來往邦士頓戰紐約的列車服務需要暫停 康列迪格州州長馬洛依指 列車服務最快在星期一回復正常 又指出事路斷列車系統殘舊 當局正是調查意外的原因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胡可問報導